下一題 下一類反應產生的氣體合成 沒有辦法使燃燒的變得更加劇烈 電解水還沒有焦 可是我前面已經跟你講過了 其他我都教過的 OK 電解水的正極的產物是氧氣 我前面講過 酸氧水加二氧化膜也是氧氣 氧化孔照光也會產生氧氣 氧油所謂的出燃性 所以都可以使得燃燒的更加旺盛 它只有大理石加吸煙酸產生的是二氧化碳 不可燃不出燃 所以沒有辦法使燃燒更加旺盛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第二 就是講過的燃燒法檢驗 當然有的是空氣 或是表示說 就是跟存氧比較有一點差別 請問你的燃燒程度會如何 燃燒程度會如何 燃燒程度會如何 要找可愛小帥哥對嗎 對 可愛小帥哥 可愛小帥哥 可愛小帥哥叫做 30 30齁 那個要求15分的帥哥 C C 我們說 因為氧氣是純氧 所以最會助燃 所以燃燒最好旺盛 空氣呢是氧比較少 助燃沒有那麼多 所以比價沒那麼旺盛 二氧化碳基本上不可燃 不出燃它應該會滅掉 它應該會滅掉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C 乙大於甲大於比 好 廣口瓶用什麼方法能夠鑑別 好 用什麼方法可以鑑定 要分別這三個 知道它是氫 知道它是氧 知道它是氧 知道它是二氧化碳 分開來喔 不是說我知道這個是二氧化碳 那兩個不知道不行喔 來 帥哥美女 我們現在要換美女 我們現在要換美女 美女是誰啊 美女叫做No.2 不在 No.6 6號 6號 誰啊 豬 你說 就是燃燒法檢驗 石灰水只能夠辨別誰是二氧化碳 辨別不出氢跟氧 石灰是只要檢驗酸碱性的 基本上這除了二氧化碳 融 融於水碳酸 酸液下其他兩個都沒有反應 另外的物質檢驗水的 這裡完全都不是 所以我們用燃燒火柴 氫有可燃性 氧有助燃性 二氧化碳不可燃也不助燃 所以燃燒的方法來鑑定 鑑定 就是給各位做了一些小小的練習 這段的最後一個題目 常見的燃燒火器會 所何者滅火所去二氧化碳 是要噴過去才有的 齁 就是乾粉滅火器 利用高壓的氮氣 把碳酸氣納噴到火腸裡 然後受熱分解產生二氧化碳 酸解滅火器是 在瓶子裡面就產生 他就把二氧化碳噴出去 二氧化碳也其實一樣 你都還把他噴出去 泡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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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y 所以呢就是乾粉才是噴過去之後 才受熱分解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 الضifen,我們答案是C 然后泡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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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 了解一下就好了 這個對現在學生兒園完全不重要 答案小帥哥 23 23 C 請坐 你的答案選擇的叫C兒 看看就好了 背一下就好了 但是現在的學生這個完全 不重要 課本上並沒有特別教泡沫滅火器 古時候有教現在沒有 所以就不重要 當做嘗試知道一下就好 然後呢誰要倒過來 那個絕種那個 因為很難用又很重 所以現在他已經絕種 我小時候都是這種 我小時候教學校都是這種 現在已經看不到這種 哪一個呢 要倒過來 讓某個東西流出來 然後呢碰到 然後發生反應 產生二氧化碳再噴出去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無法 50號 10號 小老師帶 A 請坐 那個硫酸加上 碳酸氫納那個酸解滅火器 目前已經絕種了 導致讓硫酸流出來 去碰到碳酸氫納產生 二氧化碳噴出去 達到滅火的效果 這是有關於滅火器的一些 簡單小問題 重點請記住 乾粉滅火器 有氮氣 有碳酸氫納 靠氮氣把碳酸氫納噴到火場 受熱分解 產生二氧化碳 達到滅火的效果 OK 這就是你所需要了解背的事情 你先去碰到碳酸氫納 你先去碰到碳酸氫納 你先去碰到碳酸氫納